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秋水的实力和天山同老不分伯仲 在天龙中算顶级高手 先来看看她的身份 她是乌鸦子的妻子 李青罗也就是王夫人的母亲 王雨嫣的外婆 西夏皇帝李元昊的皇妃 西夏一宗李亮座的母亲 西夏公主李青路也就是孟姑的奶奶 那么李秋水为什么嫁给乌鸦子并生下女儿后 还远走西夏嫁给李元昊呢 她的年纪究竟有多大 今天我们就这个问题 一探究竟 入逍遥派 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就是要长得好看 李秋水 天山同老 乌鸦子 在外貌上都是俊男美女 就连新宿老怪丁春秋 也是个先锋道骨的美男子 虚竹仗断言庆指点 破了真龙棋局后 得以见到了乌鸦子 乌鸦子看到虚竹说了一句 原来是个小和尚 哎 还是个好生丑陋的小和尚 男男男 敬献外貌协会的本质 祖师爷蝦鸦子开始就对容貌很重视 相传有一个不老长春骨 有一条不老长春泉 喝了这个泉水的人都能永保青春 王宇燕为了追求美貌永住 跟段玉一行来过这个不老长春骨 在一棵大树上 看到一些纳西族人的象形文字 八天时翻译过来是 神书以随逍遥去 此骨为鱼 长春泉 此处的逍遥就是指的逍遥子 神书应该类似于逍遥派的 天山地久不老长春宫 这个不老长春宫 在天龙中只写了天山同老有恋 但李秋水和乌鸦子 应该也得了相关真传 逍遥派的三个弟子 出场的时候都很老了 但是容貌仍然年轻 先看虚竹见到乌鸦子 只见他黑须三尺 没一根斑白 脸如冠玉 更没半点皱纹 年纪显已不小 却仍神采飞扬 风度显雅 在乌鸦子将七十年的逍遥派神功 全部传给了虚竹后 他的模样迅速衰老 见那老者已然变了一人 本来洁白俱敏的脸上 竟布满了一条条 纵横交叉的 深深皱纹 满头浓密头发 脱落了大半 净成灰白 一从光亮乌黑的肠病 也都变成了白须 眼前这个老者隆中不堪 看来梅一百二十岁 总也有一百岁 在讲天山童老的外貌 虚竹的眼里 看到的是这样的 却见他容色娇艳 眼波盈盈 真是个美貌的大姑娘 童老因为乌鸦子 和李秋水恶交 在多年以后 李秋水嫁给李元浩的新婚当夜 趁机划破了李秋水的脸 从此李秋水毁了容 毁容后的李秋水 用白色的绸杀遮面 虚竹看到他时 除了肌肤雪白 露出浩白如玉的手 声音柔腻婉转 已经看不出昔日的外貌了 但是当时的他和乌鸦子 隐居无量山 乌鸦子依他的模样 打造了一尊玉像 卓约如处子 这玉像便是让段玉 神魂颠倒的神仙姐姐了 王雨燕是李秋水的外孙女 书中说 玉像真好看 比王姑娘本人还美得多呢 段玉也说 神仙姐姐比晚妹美丽十倍 可以推测 李秋水的美貌 在天龙中也是顶级的 天山童老出场时 是一个九岁女童的样子 她六岁休息 不老长春宫 身体发育到八九岁 就不再长大 二十六岁那年修炼有成 本来可以长回成人的身高 和青梅竹马的师兄 乌鸦子好好谈个恋爱 没想到师妹李秋水 也喜欢乌鸦子 在她运功 紧要关头大喝一声 吓得童老走火入魔 身材再恢复不了 乌鸦子妥妥地选择了 李秋水 两个女人因此结下了梁子 天山童老修习的武功 虽然霸气 但有个很大的弊端 自二十六岁后 每三十年返老还童一次 谈六岁修炼 三十六反童 功力和容貌 花了三十天恢复 六十六岁反童 花了六十天 九十六岁反童 就是被虚竹碰上的这次 需得花上九十天恢复 李秋水正是寄予这个时期 来追杀她 基本上是稳操胜券 根据童老的年纪推算 当年童老比乌鸦子年长三岁 乌鸦子是二十三 小师妹李秋水 小乌鸦子五岁 李秋水方年十八 童老遇到虚竹九十六 乌鸦子九十三 李秋水八十八 段玉在曼陀山庄 见到王夫人时 她的外貌是 这女子身穿鹅黄绸衫 衣服装饰 竟像极了无量山洞中的御象 不过这女子是个中年美妇 四十岁不到年纪 姑且把王夫人年龄算成四十 李秋水生她的时候 已经四十八岁 李秋水因为乌鸦子 痴迷御象冷落她 故意找一些美少年 交往甚欢 见乌鸦子人不在意 就找了乌鸦子的徒弟 丁春秋 为此 乌鸦子气得和她二人 下狠手打了一架 李秋水和李丁春秋 将乌鸦子打落悬崖 落得个半身不随 亏得弟子苏星河掩护照料 躲避着丁春秋 不然根本活不到九十三 李秋水见乌鸦子落崖 又伤心又怕同老寻仇 带着几岁的女儿王夫人 和丁春秋去了苏州 再后来她扔下女儿 独自去了西夏 王夫人临终前 跟秦郎段正纯 回忆她幼年时 住在无量山的情景 说明她已经济世 保守算王夫人当年三十四岁吧 算上在苏州逗留的十日 等李秋水见到李元昊 至少已经五十一二岁 李秋水已五十多岁的年纪 征服了见过美女无数的 西夏皇帝李元昊 虽然在新婚当夜 就被寻仇上门的同脑毁容 但她也怀上了孩子 这个孩子就是西夏一宗李亮作 有惊无险地从皇妃升级为皇太妃 李秋水能成为西夏皇妃 美貌是一块敲门砖 但她还有一项无解的特殊功能 柔魅之术 连定力达到一定境界的虚竹 也都把持不住 为了躲避李秋水的追杀 天山同脑领着虚竹 隐藏在西夏皇宫的冰窖里 当同脑即将满血复活时 李秋水适时地施展出那套魅术 李秋水喃喃地道 孟郎 孟郎 原来你果然是个多情少年 你上来 让我瞧瞧中原武林第一风流浪子 是何等的任务 李秋水虽比同脑的无牙子年轻 终究也是个七八十岁的老太婆了 但这句话柔腻婉转 虚竹听在耳里 不由地怦然心动 做了26年的和尚的虚竹 当时26岁 尚且把持不住 试问 哪些缺少定力的凡夫俗子 又怎么抵挡得住李秋水的魅术 天山同脑怒骂情敌的一句话 从侧面给出了答案 我是矮子不错 远不及你窈窕美貌 可是师弟早就什么都明白了 你一生便只喜欢勾引英俊潇洒的少年 你却自己想想 你有过多少情人了 美人白头的悲哀 根本不会发生在李秋水身上 借用天山同脑的话来总结就是 窈窕美貌 勾引英俊潇洒的少年 有过很多情人 颜值逆天 助言有数 又有柔美之处辅助 李秋水当然可以凭借50岁的年龄 征服西夏皇帝 而且李秋水是一个特别有耐心和心机的人 为了得到乌鸦子 他算准同脑修炼的关键时刻惊吓他 是同脑终生残疾 为了十拿九稳的报酬 他只在同脑三十六六十六 九十六反老还童之际下手 前两次没有找到躲起来的同脑 最后这一次 他推算出 同脑就藏在西夏皇宫 以传音搜魂 扰乱同脑的心智 导致他暴露了藏身地点 还错过了恢复功力的关键时期 一个美貌 有心机 有手段 有能力的女人 相信不管在什么环境下 都能够混得风生水起 个人觉得 还有一个因素 应该跟西夏一品堂有关 西夏一品堂 是西夏朝廷管理的一个组织 专门招募中原武林各地的高手 优理供养 用意收集情报 铲除一击 传授西夏军官们武艺 统领一品堂的是征东大将军 鹤连铁树 四大恶人就是效力于一品堂 天龙八部里并没有明示 西夏一品堂与李秋水有什么关系 但李秋水孙女李青路招驸马时 西夏一品堂的高手出现过 维持秩序 李秋水围困同老时 调动过人手 将皇宫四周布置得犹如铜墙铁壁一般 可见 李秋水是可以调度一品堂的高手的 以李秋水的实力完全有能力建立并发展一品堂 李秋水过硬的武功 也是李元浩选择他的一大理由 当然 最重要的一点 李秋水生下了儿子 李亮作 并且在李元浩死后继承皇位 这才是他上位的关键 不过 虽然五十岁阿姨成宠妃 听着奇怪 但搁在修仙的逍遥三老身上 却一点不怪 人家三人都是年纪百岁的老奶奶老爷爷 却还是青春永驻争风吃醋 年近六十却能产子 可现在是医学奇迹 可逍遥派也是寻常 毕竟人家门派 练了某种武功就能逆龄生长 烦恼还童 终于明白现在的年轻人 为啥都喜欢看仙侠 抛弃了传统武侠 奇幻规律的玄幻修仙 确实比一刀一枪的武侠江湖 更有爽点 更有想象力 好了 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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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